台中市公劫處長張英當姓騷 免職退休金泡湯 行政院通過修民法刪除父母 對子女懲戒權 台市大運科計畫 女族隊員指控強迫抽血換血分 波羅地海兩條海底電纜被切斷 中國貨輪被鎖定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11月28號的公示晚間新聞 我是黃沛涵 請問一開始首先帶您關心到的是 台中市遭通局公劫處長張英當 被指控對下屬性騷擾 市府9月9號啟動調查 調查報告正式出爐 確認性騷擾屬實 共有6名受害者 市府也祭出既兩大過免職外 也不能夠領退休金 另外違反性貧法再裁罰30萬元 被害人則希望張英當能夠向他們盜竊 台中市交通局公劫處長張英當 被爆出對下屬性騷 市府第一時間將他停職接受調查 如今結果出爐 張英當性騷屬實 除了劑倆大過免職 退休金也不能領 另外再依違反性貧法 裁罰30萬 就是說性騷擾的人具有權勢 那第二個部分是被害人他非常的多 那目前提出申訴的有6個人 那第三個是他這個期間很長 從110年到113年 張英當免職後還是有公務人員的資格 但不能在台中市府急需任職 市府表示9月9號接會一名被害人申訴 啟動調查後陸續又有另外4名被害者提出申訴 調查結果出爐之後又有第6名受害者提出申訴 目前還在調查中 調查過程當中陸續又有第2位 第3位 第4位 第5位 通人來提出申訴 我們就要跟他做約談嘛 那做成紀錄 那也希望張先生能向我們行為被害者道歉 畢竟我們之後還需要繼續面對司法的仲裁 還有很長一段路的要走 被害人表示 調查過程再度面臨身心壓力 更希望市府能夠加強改善職場環境 避免類似事件發生 而立新基金會認為 除了對加害人懲戒 更應該清查有無隱性被害人 立新基金會表示 職場上對下的權勢性騷 被害人很容易為了保全工作 會因為權勢隱忍 除了被害者要勇敢站出來 職場也應該確保申訴管道的暢通 還有工作環境的改善都同樣重要 藝衛林健身 彭煥群台中報導 衛福部新興傳染病準備組黃信組長被投訴 是土皇帝會大聲咆哮摔公魂辱罵同仁等 警官署在一週內完成調查 並在今天下午召開記者會說明 黃信組長的職場霸凌案成立 考機會決議寄過兩次並拔掉主管職調離原單位 機關組長莊仁祥也特地向同仁以及社會大眾道歉 職場霸凌議題持續延燒 衛福部機關署也傳出新興傳染病整備組黃信組長涉嫌霸凌下屬 更有網友將咆哮同仁錄音檔公開 對此機關署二十七號下午召開記者會公布調查結果 黃信組長職場霸凌案成立 考機會也決議將他調離原單位拔去主管職 並寄過兩次 機關署表示上週成立專案調查小組 針對四十六位相關同仁進行網路匿名問卷調查 其中有十五人願意接受面訪 經過提報安全及衛生防護小組審議 決議職場霸凌事件屬實 為此機關署長莊仁祥特別向同仁及外界致歉 後續組長工作將由副署長羅一鈞站帶 往後也將加強職場霸凌防治及內部申訴管道 避免類似事件再發生 避免這個後續的事件再發生 那我們也會加強這個宣導 我們相關的申訴的管道 以確保這個申訴管道暢通 機關署重申反對任何職場霸凌行為 將深切檢討 記取此事件教訓 至於衛福部兩位司長及一位前司長 遭指控涉嫌職場霸凌案件 目前由次長呂建德積極調查中 預計二十九號週五召開記者會 對外說明 記者來說明 蔣龍翔 台北報導 行政院會今天通過民法第1085條修正草案 刪除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其子女等文字 要求父母親教養的時候要考量子女的年齡 以及發展程度 不得有身心暴力的行為 不過有家長團體就擔心 政府無法替代家長的角色 卻剝奪家長 對子女適度懲戒的權利 呼籲要有更好的配套 衛福部則強調 往來父母親不是不能拐教小孩 而是希望能夠採取正常的方式 家長們對於小朋友的教養 繳盡腦汁 根據兒童權利公約精神 兒童應被視為獨立的個體 需要尊重和溝通 而非教訓打罵 因國際趨勢 政府也鼓勵爸爸媽媽 為確保兒童免於任何刑事的不當對待 行政院在27號拍板 民法第1085條修正草案 兩線型條文中 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其子女 改為父母保護及教養未成年子女 因考量子女年齡及發展程度 尊重子女人格 不得對子女有身心暴力行為 家長團體表示雖然利益良善 但也憂心沒有明確定義與配套 只是剝奪了家長對孩子們的管教權 你的定義很不清楚 因為你是任何形式的身心 而且以孩子的感受為主 他要對這個法有正確的解讀 教育部表示目前各縣市都設立了家庭教育中心 提供民眾協助 也建議參考家庭教育資源網 或者撥打全國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這個父母親不是說不能管教小孩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用正向的方式 未來政府在這方面應該會擴大相關的這個協助 並且擴大宣導 行政院表示曹安送起立法院審議後 將請法務部會同教育部 衛福部積極與朝野各黨溝通 致力完善親職家庭教育服務 來支持家庭發揮照顧教養功能 接著臺北報導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執委會年度大會 在加拿大溫哥華登場 但有外媒報導臺灣的入會案 可能會遭到擱置 外交部長林佳龍則指出 現在臺灣正進行預先滋商 目前並沒有國家反對 行政院表示將進後大會結束的聯合聲明 臺總統將出訪南泰 總統府今天證實 過境夏威夷和關島 張漢僑胞 以及聚庫交流 來總統30號將出訪我太平洋三友邦 府方證實將過境美國夏威夷停留兩晚 以及關島一晚 尋貫力規劃有機會與老朋友互動 參加智庫閉門座談以及喬宴等行程 到夏威夷的話 能不能到我們的住處看一下 你點頭 你現在是說會 OK 好 這是你的建議 我的建議 第二個 我們有一個聯兵營在夏威夷受訓 能不能去鼓勵我們官兵一下 這個也是你的看法 都很寶貴 而受到臺美中政治力的影響 外媒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27號登場的CPTPP職委會年度大會 臺灣的入會申請案遭到擱置 包括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都未能對臺灣加入的資格 達成一致共識 對此林佳龍澄清報導有曲解 以程序要先成立工作小組才能進入協商 臺灣目前尚未獲准成立工作小組 但現階段與會員國的非政治諮商 目前沒有人反對 他有一個程序要成立工作小組 我們現在爭取大部分的國家 我們接觸都支持 沒有反對 所以有一些報導是錯誤的 共識決的問題 哪一個報導是錯誤的 對 它就是所謂的被揭治 它全是共識支持嘛 那你覺得為什麼他們這一次 那因為成立工作小組 如果有正式的干擾 林佳龍重申 依照加拿大提出的解釋 反對的國家甚至還要陳述反對理由 去說服其他成員國 習政院也表示 臺灣對於入會已經做好準備 將進口執委會年度大會結束後的聯合聲明 接著 李靖雲 謝正玲 臺北報導 今天下午三點多 空軍一輛愛國者飛彈系統裝備維修車 在經過臺東臺11縣96公里處 不慎翻落邊坡 駕駛跟車長雙雙受傷 已經送往醫院治療 畫面中可以看到 一輛在運愛國者飛彈發射器的軍用卡車 因為不明原因虛空 就翻落在邊坡 幸好車上兩名軍人都沒有生命危險 軍方跟警方馬上封鎖現場 派專人前往調查 以及協助處理脫掉的作業 目前正在等待脫掉車 前往吊掛這輛裝備維修車 詳細的事故發生原因 還有待調查 後續將要求各單位落實行車的勤前救慮 車輛檢查等作為 並提高駕駛的防險警覺 與應變演練 避免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 再來看到總統賴清德即將出訪 外媒路透指出 中共可能在臺灣周邊展開軍演 國防部表示 面對敵情威脅 國軍有信心確保國家的安全 也掌握到共軍二十機艦兩顆空飄氣球擾臺 此外空軍今天清晨虎典執行整體防空作戰計畫演練 投入F16V IDF幻象兩千驗證接戰程序 臺北市後備旅也首度在正大校舟上午展開三公里的行軍 聚焦實戰化訓練 招遠手持六五K2步槍 搬用機槍步伐整齊化役 二十八號上午八點一百多名招遠 現宗臺北正大後山 國軍提升後備戰力 軍方更是首度向正大校園租用場地進行教招 而今天上午的招遠也展開三公里的行軍訓練 臺北市後備旅首度在正大校招 備受矚目 七天校招步入尾聲 重點科目之一的行軍 江秋實戰化訓練 不只派員在四周警戒也有狀況下達 誘導招遠應處 由於正大後山是開放區域 部隊行軍罕見與爬山民眾同框 國人也給國軍加油打氣 很好啊 有在訓練年輕國軍的體力 我們看到這樣我們也覺得是很應該 也覺得很欣慰 國軍強化臺北市公關以南 精美溪流域的地區防務 至於為何選在正大校招 軍方除了結合城鎮戰防衛 也看準山區一手難攻 專家分析有助部隊快速抵達制高點 握有作戰優勢 民眾休息的地點也是戰術要地 那其實戰術要地的話 其實在在在戰時很多部隊的搶戰 那透過實際的演練 讓他們熟悉實際的地形第五 這個對部隊的戰力的提升來是有幫助的 戰機尾焰劃破天際 起飛聲響徹花蓮夜空空軍二十八號清晨五點 展開整體防空作戰計畫演練 三大主力戰機 F16V IDF 換向兩千皆有參演 阿帕奇攻擊直升機黑鷹直升機也升空 戰機區分攻守兩方演練 驗證接戰程序 另外金防部二十七號晚間 執行泰伍操演 驗證外島防衛能力 戰車 甲車 火炮 對海上空中目標 進行實彈射擊 強化部隊夜間作戰 國軍加緊戰備交步 因應中共可能以總統賴清德出訪為理由 再次對台發動軍演 任何須域製造台海緊張情勢的做法 都會對區域安全造成實質的威脅 也會破壞和平穩定 那麼這些都不是兩岸民眾 跟國際社會所樂見 國防部掌握共軍二十八號 派出軍機十三架次 其中九架次逾越 進入北部及西南空域 加上七艘次軍艦 另外還有兩顆空飄氣球 經過我北部空域 國軍嚴密監控應處 記者黃子傑 陳鴻義 溫家凱 台北花蓮報導 國民黨高雄市議員 黃紹婷涉嫌詐領助理費 歷經兩個多月的審理 檢方認定黃紹婷涉嫌 以假人頭低薪高報等方式 詐領助理費 以貪污罪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 提起公訴 檢方考量他坦承全部的犯刑 也主動繳回犯罪所得 建議從輕量刑 校黃紹婷以往地院開家庭 審理後同意一百五十萬元交保 限制出境八月 並佩戴電子監控設備 拿著現金來到法院 她是國民黨高雄市議員黃紹婷的妹妹 等著要幫哥哥交保 法官裁定黃紹婷以一百五十萬元交保 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 並且要使用電子監控 高雄地院表示是因為黃紹婷犯罪事實 均自白 且檢察官調查後 已有一定程度掌握 同意交保 第二 第三 第四 屆議員 為深受肯定之民意代表 竟然利用議員身份長期指示 以申報人頭助理及低薪高報等手法 詐領助理費用 黃紹婷遭擠壓兩個月 檢方在二十八日依涉犯貪污罪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起訴 下午前往服務處 工作人員不回應任何問題 檢方發現黃紹婷涉嫌以假人頭 低薪高報詐領助理費 像是擔任第二屆議員期間 助理實體薪水最高兩萬六 以三到四萬元申報 涉嫌以假人頭詐領助理費用 共一千三百零九萬五千元 低薪高報有一百四十五萬五千元 共計一千四百五十五萬 沈卓他坦承全部犯刑 主動繳回全部犯罪所得 檢方監請法官從輕量刑 對於黃紹婷黨紀問題 國民黨高雄市黨部表示需經好機會討論 律師林思涵則指出黃紹婷涉嫌 詐領助理費官司在選罷法三讀修正 通過部分條文後 只要他三審定驗後宣告為有罪 包括緩刑在內 都適用於不得再登記為候選人的規範 等同終身不得參選 記者王庭陳顯坤高雄報導 台市大女族隊員今天透過立委 指控教練韓教授參與國科會的運動科研計畫 要求選手配合連續十四天 每天三次配合抽血 不配合的話就扣學分 研究同意書也是事後才補籤 猶如白老鼠 對此 台市大強調已經啟動調查 釐清過程 教授和教練也表達前意 民進黨立委陳培瑜二十八號 在立委員質詢國科會表示 收到台市大女族隊員投訴 指控教練和教授參與國科會的精準運動科學研究 專案計畫 要求選手配合連續十四天 每天三次配合抽血 不配合就會被扣畢業學分 還秀出投訴者提供了通訊軟體對話 指控教練不當威脅 要求國科會查明 我們當然願意支持所有的運科計畫 但是我們必須認為符合研究倫理 符合上對下的關係是對的 而不是有這樣的問題 好嗎 是 謝謝委員 這項計畫目前邁入第二期 由中央大學 台市大體育系 常跟紀念醫院等團隊 共同執行 主要針對我們女性足球員 從心智表現等的面向 進行跨領域整合評估 以達成增進競技表現的目標 記者透過管道找到投訴的女族隊員 他覺得整個過程自己有如白老鼠 不過也有女族隊員支持教練和教授進行的計畫 來強化他們的訓練表現 檢測完就一樣恢復正常訓練 對啊 所以這其實對我們來說 就只是寒暑假中間 我們當作是一個訓練的過程而已 對此 計畫主持教授和教練強調 如果過程引發學生誤會 鄭重向他們表達歉意 而臺師大強調 已經啟動調查 釐清過程 由於教練確實將學生受試費用 移為公基金 將請教練返還 記者 陳安心 張宇佳 臺報導 陸生團來臺參訪 今天上午先到政大 下午則到林安泰古厝跟臺北孔廟 都吸引不小的民眾道場 由於這次陸生團一度被質疑 有統戰的疑慮 馬英九基金會回應 真正的兩岸交流 才能保護臺灣 陸委會則向對岸喊話 兩岸青年交流 不要只是這一種短暫的參訪團形式 應該要真正自由開放 讓陸生來臺舊學居住 陸生團一出現 現場立刻擠得水洩不通 很多民眾都想一睹 中國桌球奧運金牌選手馬龍的風采 馬龍還幫小朋友在球拍上簽名 謝謝馬龍 馬英九基金會邀請陸生團來臺訪問 二十八號上午先到政大參訪 雖然政大校方沒有安排學生交流 但很多政大學生期待馬龍來訪 希望兩岸交流能有更良善的發展 這一次透過兩岸交流 可以希望可以在兩岸的 理論是體域或者是議員 或者是以後更多其他領域都會有更好 更多更良質的發展 下午陸生團還到林安泰古厝 跟臺北孔廟參觀 同樣都有熱情的民眾迎接 陸生團代表表示最想去日月潭 還強調有跟臺灣學生交換通訊軟體 可以進一步交流 特別想要說去那個日月潭 因為以前只是在我小學課本的時候 有出現 感覺非常的親切 然後大家有很多共同的話題 我們也加了微信的好友 由於陸生團部分成員有共產黨員身份 一度被外界質疑有統戰疑慮 馬英九基金會回應 真正的兩岸交流才能保護臺灣 陸委會則表示發現訪團成員有精心挑選 過 喊話對岸要真正開放兩岸青年 自由交流 不要只是短暫的 參訪團序青年交流 陸委會向對岸喊話 應該要做到真正沒有統戰意味的開放跟交流 建議開放陸生來臺就學居住 才能真正有助兩岸青年交流 陸委會向對岸喊話 應該要做到真正沒有統戰意味的開放跟交流 建議開放陸生來臺就學居住 才能真正有助兩岸青年交流 如同我方政府從未阻礙過臺灣學生 過去對岸讀書 更沒有任何管制措施 記者綜合報導 受臺海情勢以及國際戰爭的影響 不只中科院正積極地進行無人艇研發 臺灣民間造船業者也展現自主研發的實力 今天在高雄國際遊艇展上 業者展出臺灣第一艘逆宗攻擊型無人艇 已經獲得其他國家洽巡採購 但無人艇運用不只在軍事方面 高科大團隊也打造第一代 永續無人智慧船舶 將可以運用在多項海洋工程的任務上 逆宗塗裝吸引外國遊客好奇查看 這是臺灣第一艘MIT逆宗攻擊型無人艇 十人魚九號 由臺灣造船業者自主研製 二十八號在高雄國際遊艇展 第一次亮相 參觀民眾認為若能產官合作技術轉移 可強化臺灣國防實力 船艇武器載台可搭載四顆巡飛彈 或五百公斤火藥 研發到第五代才亮相的十人魚九號 裸船造價約千萬 分為偵察及攻擊兩型 原型艇根據臺灣周邊海礦設計 逆宗塗裝可用於徵搜或突擊軍艦雷達系統等 平常也可代替海巡人員搜救 民間業者搶先一步 在國防部及中科院之前率先實現軍用無人艇的研製 目前已有北非及中東的國家向業者接洽購買 但不只產官界學界同樣致力發展無人船舶 由高科大七個科系共同打造的第一代 永續無人智慧船舶向陽號 也在二十八號公開並釋航 智慧航行將在船舶自主運動及即時影像傳輸等方面 提升船舶航行的自主性及判斷能力 對海上巡檢水紋觀測等多項海洋工程任務大有注意 高科大表示會繼續研發水下載具 也預告將在二零二五年打造出精進的第二代船 記者 孟昭高雄報導 U十二亞洲少棒賽在日本愛媛艦舉行 臺灣小將今天在U十二延續十二強賽 四比林玩瘋日本的奪冠氣勢 也以吉比林玩瘋日本創進冠軍戰 臺日大戰七局延長賽 臺灣把握攻勢一人出局攻佔二三壘 林偉彥擺出短棒 點出內野安打 三壘跑者順利衝回本壘攻下至勝的一分 這場比賽 臺灣局局都有攻勢 可惜關鍵時刻無法攻下分數 兩隊打完正規六局還是0比0 一直到延長賽才分出勝負 臺灣小將們以1比0擊敗日本前進冠軍戰 明天將與韓國爭奪冠軍 再來看到世界十二層棒球賽 臺灣勇奪冠軍 世界棒壘球總會 公布最新世界棒球排名 臺灣近仗一千三百八十分 拉近於第一名日本的距離 穩坐第二名 針對每位選手可以獲得 七百萬元的國光獎金 但國民黨團與民眾黨團有意修正財化法 主席總處主席長陳淑姿今天表示 如果修法通過 國光獎金恐怕砍半 只剩下三百五十萬元 藍白立委就痛疲 這是造謠 世界十二強棒球賽 中華隊抱走冠軍獎盃 振奮國內士氣 世界棒壘球總會 公布的最新世界棒球排名 臺灣奪冠 吞下大補丸 近上一千三百八十分 總積分爬升到五千四百九十八分 穩居第二名 也拉近於日本的距離 日本拿下亞軍 排名仍維持第一 而拿下電軍的委內瑞拉排名第三 至於十二強賽 冠軍選手 每人可獲七百萬元的國光獎金 不過國民黨團與民眾黨團 有意修正財化法 行政院主席總處二十八號表示 若修法通過國光獎金恐砍半 只剩三百五十萬元 那搞不好連這個 這些球員的獎金都要對半喔 原來七百萬要變三百五嘛 原則上都是這樣 民進黨政府不用拿選手當擋箭牌 我們也會適時捍衛選手應該獲得的權利 現在要避免的是中央的浪費 不是說財化法修正完之後中央就沒有錢 在野立委批評郭國文跟足跡總處一搭一唱在造謠 強調會捍衛選手權利 至於慶祝棒球奪冠 傳出總統賴清德 有意更換五百元新台幣紙鈔的圖案 行政院表示不論是紀念幣紙鈔改版 主龍太都支持 正在蒐集各界意見 院長方面也會來做一個相關的處理 然後再看會適時的對外來做說明 目前五百元紙鈔的圖案 是男王國小少棒隊 巧的是途中的捕獸是前統一師選手林志祥 他也是臺灣隊長陳傑憲的前隊友 若紙鈔換成十二強冠軍隊伍林志祥認為 具有傳承意義 新時代的球員拿下好表現獲得肯定 有助臺灣棒球更加發光發熱 記者黃志傑 陳鴻義台北報導 為了預防詐騙 台東縣府邀請愛心菜飯陳述局現身反炸 分享自身的經驗 陳述局呼籲大家貪念是被騙的關鍵 也強調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行政院會今天通過大炸鋼零二點零 將於明年一月上路增加防炸的變效 希望從源頭打擊炸旗 目標包括 每年攔組一百億元的詐騙金額 攔組六萬則社群平臺 詐騙廣告 台東縣府為強化全民防詐意識 邀請愛心菜飯陳述局現身反炸 分享自身經驗 過去曾被詐團盯上 要他申請提款卡 又詐團利用他申請證後詐騙 但都被他識破 呼籲大家貪念是被騙的關鍵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不要想太多 夠用就好 台東縣警局也出示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數據 顯示十一月二十六日當天 全國受理六百二十八件詐騙案 損失於四億四千萬 其中以臺中最高僅澎湖縣警方 沒有受理到詐騙案 行政院會二十八日通過打炸鋼零二點零 調整原有四大面向詐騙 新增防詐面向由數發部擔任統籌機關 全案將從明年一月起實施 希望從源頭打擊詐欺犯罪 目標包括每年攔阻一百億元的詐騙金額 攔阻六萬則社群平台詐騙廣告 強化AI防治 深化跨境合作 監管防詐產業及強化被害人保護等各項新增策略及措施 另外為了避免非本國籍用戶出境後所遺留的預付卡遭非法利用 透過連結移民署資料庫 若今查詢發現用戶已經出境 且位於期限內完成KYC認證 其對該預付卡門號停斷化 NCC督導電信事業清理非本國籍預付卡 原統計約兩百二十一萬門 經近期加速處理後大約還有兩百一十萬餘門 代清查 經管會也督導金融機構管制人頭證戶及信用卡詐騙 除了強化虛擬資產洗錢防治及詐欺防治管理 也推動建置信用卡詐欺犯罪防治電子化通報平台 以阻斷非法經流 記者話滿陳博玉台北報導 UberEast宣布將收購FullPanda台灣業務 目前因為文件被期已經進入公平會審查程序 預計12月19號前准博 有立委就關注 如果兩大平台真的合併 市占率將超過八成 可能有壟斷的疑慮 而且公聽會全台只開四場 稍嫌不足 公平會主委林美表示 會審慎處理 儘快完成併購案的準博 也會兼顧外送員 餐飲業者 還有消費者的權益 UberEast和FullPanda外送平臺併購案 遭公平會要求不見 終於在這個月八號備期文件 十八號進入審查 藍營立委王鴻威要求公平會 必須在法定一個月內十二月十九號前完成 否則公平會新人事案愛難同意 任期到明年一月底的公平會主委林美表示 不會受人事案綁架而有不同考量 立委指出針對外送平臺併購案 目前公平會只在臺北 宜蘭 台中和高雄 開過四場公廳會 應該更省慎評估 併購對於消費者 外送員及餐飲業者的衝擊 公平會表示都有跨機關聯繫 同時也有回收全臺六百多份問卷 聆聽各界意見 但有其他立委質疑 公平會十二月四號要再開會 除了找來學者 專家和外送平臺 卻沒有找消費者代表和餐飲業者 立委表示如果兩大外送平臺合併 市佔率將超過八成 可能有壟斷市場疑慮 加上近年來雙平臺不斷調降外送費 合併後的外送員權益也得一併考量 才能保障外送員 消費者和餐飲業者的三方權益 記者原始郭俊麟 台北報導 南韓首爾昨天降下大雪 氣象廳當天少午測得十六點五公分的積雪 也錄到從一九零七年有監控記錄以來 最大的降雪量 而這一波大雪也造成路數倒塌 停電 以及交通事故等災情 更是影響了機場航班的起降 導致不少臺灣旅客滯留機場無法返臺 仁川機場因為大雪進行流浪管制 也導致高雄原本已經辦完登機的航班 延遲超過了五小時 桃園機場的影響更大 已經有十八班次往返南韓的航班移動 南韓首爾二十七號降下出雪 成了銀白大地 氣象廳當天上午七點測得十六點五公分積雪 超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號的十二點四公分紀錄 沿路到自一九零七年有監控紀錄以來最大降雪量 不只造成路數倒塌停電及交通事故等災情 也造成上百架航班及客船取消或延誤 大批臺灣遊客被困在南韓仁川機場 首爾與經濟道地區出現百年來最強降雪 不少航班因此受影響無法起飛 機場內的電子看板上大量航班顯示延遲 不只仁川機場的旅客遭延誤 華航這班原定上午七點多 從高雄小港飛往仁川的班機 本來已登機完畢 嚴應仁川機場的流量管制 機長廣播要求旅客下機到後機室等待 華航CI164因天氣因素延到中午十二點半起飛 桃園機場影響更大 二十八號南韓往來淘機的航班 目前有十八班次通報異動 專家提醒旅客除了隨時注意航班動態 也可投保旅遊不變險 保障自身權益 專家表示旅遊不變險大多是依延誤時間定額賠付 遇到班機因天氣等因素延誤 能有更多應變選擇 但也提醒旅客注意相關 理賠條件 以免影響權益 記者 黃韻玲綜合報導 破利海兩條海底電纜 十七十八號兩天相繼遭到航行經過的 中國機貨輪一鵬三號切斷 德國瑞典芬蘭和立陶宛發布聯合聲明 表達關切 瑞典總理克里斯特森二十六號表示 算目前停泊在卡德加海峽國際海域的一鵬三號 可以往瑞典海域移動協助調查 但也強調他不是在提出指控 中國貨輪一鵬三號這趟行程是從俄羅斯的 烏斯魯加港載運肥料 前往埃及的塞德港 烏斯魯加港是北歐波羅的海最大的綜合型港口 也是俄羅斯的第二大港 瑞典芬蘭加入北約之後 波羅的海就又被稱之為北約之湖 因為四周都是北約的成員國 從衛星與各項紀錄資料來看 長兩百二十五公尺 寬三十二公尺的一鵬三號 使入波羅的海先是在十七號切斷連結瑞典和立陶宛的電纜 拖著毛航行一百六十公里 不到二十四小時之內 又切斷了一條連接德國與芬蘭的電纜 之後彎曲航行起毛並恢復速度 遭丹麥海軍船艦攔截後 在瑞典和丹麥之間的克德加海峽定毛等待調查 瑞典總理克里斯特森26號表示 希望一鵬三號可以往瑞典海域移動協助調查 但也強調他不是在提出指控 我們要和解決定的事情 法定沒有犯罪 我們沒有犯罪 我們也要做得對 我們要解決定的事情 這是第二次在短時段 有些喇臭 在股內的討論 我們要解決定的事情 拖著沉重的毛 航行那麼遠的距離 不但危險還是極耗油的事 一般貨輪根本不可能會這麼做 試射的四個國家 德國 瑞典 芬蘭和立陶宛 發布聯合聲明 對這起事件表達嚴重關切 警方都已展開調查行動 而歐洲官員則是懷疑 這是與俄乌戰爭有關的蓄意破壞 早在好幾個星期前 美國官員就曾經警告 俄羅斯可能會攻擊海底電纜 或是關鍵的海洋基礎設施 這是俄乌戰爭開打以來 發生在波羅的海的第五起 天然氣管與電纜等基礎設施 遭破壞事件 德國國防部長佩斯托瑞斯 十九號出席布魯塞爾的歐盟 國防部長會議 就表示 沒有人會相信這是意外事故 而且還是二十四小時之內接連發生 公視新聞網紅編譯 北韓向俄羅斯派兵支援烏克蘭戰爭 是近來國際間最受關注的議題之一 烏克蘭與美國的官員都陸續透露 目前掌握的情資 在烏克蘭佔領的俄國庫斯科地區 近來已經有數名參與作戰的 北韓官兵陣亡 北韓這回派遣的兵力 包含號稱暴風軍團的精銳部隊 在國內接受極為嚴格的訓練 但來到外部世界 能否發揮作戰的實力 而派兵又會如何影響國際關係 請看公序國際記者楊潛豪 來自首爾的分析報導 10月底北韓向俄羅斯派兵萬人的消息曝光 為僵持中的烏克蘭戰爭與東北亞局勢投下新變數 烏克蘭官方在11月26號公開於 與俄國庫斯科戰區所監聽到的北韓士兵對話入營 南韓戰略學者估算北韓派兵將可從俄國身上賺進超過一兆韓元 約新臺幣250億元的巨額外匯 而另一個目的則是取得俄國軍事支援 而北韓這回推出最近內的第11號暴風軍團作戰 這支部隊接受高強度的山越空疏與上路作戰訓練 但目前被派遣到遭烏克蘭突襲的俄國庫斯科地區 在遼河平原上能否發揮實力學者仍有疑慮 首先披露暴風軍團的對北旗艙媒體 美日NK的主管表示除非事前展開長期的環境適應訓練 否則北韓士兵可能出現大規模死傷 而由於資深士兵得留守國內 評估派遣到俄國的兵力會以年輕世代為主 而單由朝俄合作 削弱自身影響力 中國可能將與南韓修復關係來前置北韓 但明年初重返美國總統大位的川普如何出手 仍然預測 專家認為南韓仍能發揮關鍵力量 大陸制裁 更加強化的可能性 這方面是韓國是一個機會的 在韓國的表面如何使用這個APEB政策 如何使用得更加強化 在韓國的韓國和韓國的韓國的韓國 平常當局派兵莫斯科支援烏克蘭戰士 牽動南北韓與周遭列強之間的交互關係 現在就等待川普總統在明年初上任後 美國會如何因應與解決 以上是公視國際集團楊千豪 在南韓首爾首都的採訪報導 中國新疆長期被控強迫勞動 侵犯人權的問題 在美中貿易戰升高之際 跨國企業很難繼續中立不表態 德國福斯汽車宣布 出售新疆的工廠與測試跑道 而日本的服飾龍頭優衣庫 母公司的執行長劉景正 也首次表示產品沒有使用新疆棉 日本連鎖服裝品牌優衣庫 以簡潔實穿風格暢銷國際 母公司迅銷的執行長劉景正 過去一直以保持中立 不在美中之間選邊站的態度 必談是否使用新疆的棉花 近日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採訪報導中 才首次講出旗下產品沒有使用新疆棉 中國是優衣庫最大的製造中心 2022年美國因為人權與勞權問題 對新疆商品進口實施嚴格規定 許多國際品牌像是H&M Nike 愛迪達等品牌配合表態 都在中國市場遭到抵制 劉景正的不選邊讓品牌在中國持續受到歡迎 並且熱銷 近日劉景正接受BBC專訪 談到產品的原料來源跟製造方式 說了一句我們不使用新疆棉 之後稍作停頓 又表示如果再說下去就變得太政治化 而結束了這個話題 劉景正認為優衣庫還算不上是全球知名品牌 最大市場仍然在亞洲 中國的門市比在日本還要多 雖然中國經濟近年來面臨挑戰 它也不打算改變目前的策略 認為以中國14億人口 當地門市應該可以從現在的1000家增加到3000家 也會持續把生產重心放在中國 還說希望退休前超越西班牙的ZARA 稱霸全球時尚零售業 要實現這個目標 優衣庫不但得擴大中國市場 還需拿下西方市場 專家分析在川普回鍋 貿易戰勢必升溫的時代 企業選邊站的壓力越來越大 西方消費者也相對更重視勞動等人權問題 劉景正擴展版圖還有很多障礙 另一家跨國企業福斯汽車 已經跟中國上海汽車合資 在新疆設廠營運多年 也持續受到外界勞權檢視 2日7號福斯發布新聞稿 宣布把位於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的工廠 以及位在吐魯番的測試跑道 出售給一家中國企業 發言人表示這是戰略調整 工廠出於經濟原因 已經有合資企業出售 這本東京的港區有一座奇形怪狀的建築 是建築師剛起伏花了近二十年 親自蓋房打造 因為造型相當有特色 還被比喻為動畫電影中的霍爾的移動城堡 他親自調製的混凝土水含量 比一般少了三成 大幅提升建築密度與耐久性 壽命能夠達到兩百年 是一般混凝土建築壽命的自備 也廣受業界的推崇 用鐵皮圍起來的空地上 一棟奇特外觀的建築 孤零零佇立在靠近馬路的路邊 這裡是日本東京港區 一處開發商建築用地 這棟建築則是建築師剛起伏 親手打造 以二十年的時光 自己親自施工建設 1965年出生的剛起伏 畢業於建築系 曾經做過建築工人 住宅廠商等工作 但因為對化學物質過敏 讓他難以繼續相關的工作 而為了圓夢 他在2005年 買下了位於港區三田亭的這塊土地 決定打造出自己夢想中的建築 當時他敬仰的日本建築界革命家 石山修武舉辦了一堂講課 邀請上課學生畫出心中的建築 而這座以海陸空的生物秘密 同時也有像瑞士法國建築巨像 勒科比義致敬之意的建築 以尊淵路 開始在他的腦海中慢慢成形 整棟建築樓高四層 包括一樓的玄關 二樓的臥室 三樓的客廳 以及四樓的浴室與屋頂 為了讓房子牢固 他調製出的混凝土水含量 比一般少三成 大幅提升了密度與耐久性 壽命能夠達到兩百年 是一般混凝土建築壽命的四倍 廣受業界推崇 這種經歷將近二十年時光打造的建築 佔地不到四十平方公尺 展現出粗獷又細膩的獨特美 相當具有西班牙建築師高地的作品風格 因此讓鋼琪府獲得了三田的高地的美名 而建築的風格甚至被比喻為 吉普利工作室動畫電影中的霍爾的移動城堡 鋼琪府預估建築在二零二四年年底前就能完工 皆是建築將會往後移動十公尺後 正式入駐立項竹家 公視新聞正式同理 超過四十年歷史的台北市新生和平天橋 橋是不少民眾的回憶 日前被拆除後 暫時放置在景晴二號公園 現場有民眾拿起相機拍攝 被拆除的天橋橋體 希望橋體不要被拆毀 戶橋團體就表示 希望保留橋體 做其他活化使用 台北市文化局則表示 有關民眾即保存的訴求 後續會跟新公處討論 被拆除了新生和平天橋橋體 目前放置在景晴二號公園 吸引不少民眾特地帶著相機 拍下橋體留作紀念 拍個照以後就沒機會看到了 放在這邊至少就會被拆解 做其他回收的用途 我想說趁他還沒完全拆解 之前好好的再給他拍照 當然天橋一定是 對於市民來講一定是一個回憶 因為畢竟是以前就是會通行 會走進過的地方 由民眾直呼新生和平天橋 過去曾是不少電影和MV的取景地點 也是臺北人的回憶 希望新生和平天橋的橋體 可以被妥善保存 目前有許多當地民眾積極自發提出 天橋生保留再利用的計畫 希望臺北市府可以保留天橋結構 屋外也能夠跨局處合作溝通 廣納民眾的意見 共同建構符合社區需求和想像的保留方式 護橋團體表示 傳出新生和平天橋 將在這個月底前被破碎處理 目前正積極和臺北市府溝通 期望能作為文化紀念的建物使用 希望可以跟北市府開場協調會 然後希望可以把各自情至少讓相關的各局處坐下來 談這個事情 然後讓他們看到民眾的想法 然後希望可以11月底的時候 先不要把這個橋體做破碎 民眾對於一個保存記憶的一個訴求 我想我們文化局不會置身之外 還是會願意跟我們新公署這邊 跟市府的長官正面共同來討論 來去做後續各種可能性的一個討論 跟方案的處理的協助 民間團體呼籲 雖然新生和平天橋沒有符合文化資產條文標準 但它具有許多歷史和文化紀念性質 台北市府文化局表示 針對天橋橋體後續會跟新公署討論 在對外回應 記者原始郭俊林報導 有殺死業者規劃將在彰化花壇 三家段的一處山谷 開發二十公頃的土石坊資源堆滯場 當地居民就擔心會對環境造成衝擊 今天在二階段環評前的說明會 聚集抗議 表達訴求 環團表示當地屬於低洼地和敏感區 不該用來填埋廢棄物 而業者就表示 所填入的圖方都會合乎規定 否認會造成汙染 以及環境衝擊 十多位彰化花壇的居民聚集在說明會場抗議 因為有殺死業者要在彰化花壇八卦山裡處自然山谷 規劃設置土石坊資源堆滯場 當地居民二十八號在二階環評前的說明會再度表達反對聲音 居民質疑開發場子屬於山坡地保育區 是野鳥和石虎的重要棲地 更是重要的水源地 但現在卻要設立範圍二十公頃 填埋容量兩百九十八萬立方公尺 一年運轉量三十萬立方公尺的堆滯場 對環境和山坡地將造成嚴重的衝擊 而且土方大多來自外縣市 對當地更是不公平 環團認為這塊場域除了似成為林業用地 其他也屬於地質敏感區 而土方可能夾帶涉業廢棄物 葉澤澤強調 進場的土石方都是可再利用的資材 也會做好水保以及環境維護 土石不是說只有田而已 我們也可以再利用也可以賣出去 就是讓資源能夠再生 我們田的是沒有毒性的東西 是土壤 不是只有自然環境跟生態環境 它還有社會環境 像當地居民的意見 就是社會環境裡面的一環 彰化縣環保局表示 本案在今年七月召開第一次環評審查 除了對業者要求補件 也要和當地的民眾取得共識之後才能進行後續開發 縣府也將依法審議解力對環境的影響 建健身房換群 彰化報導 嘉義縣六角箱出現遊蕩犬追車 咬人的狀況 縣府派員到場捕捉 卻被餵養遊蕩犬的民眾攔阻 家屬所表示 餵養人攔阻執法不是個案 甚至還發生過同人執勤的時候被打 或是拆除犬隻身上的矫正器等狀況 讓家屬所決定報警處理 也針對餵養衍生的臟亂問題 移交給環保單位來處理 十八日深夜加一縣 家屬疾病防治所人員來到六角箱 要捕捉一直被民眾通報追吹咬人的遊蕩犬 卻遭婦人阻擋 雙方發生口交 不看婦人長期執勤時跟隨騷擾 家屬所報警處理 婦人被依妨害公務移送法辦 另外婦人餵養遊蕩 衍生的臟亂問題 也移交環保單位處置 家屬所表示 經常有餵養遊蕩民眾阻攔執法 攻擊執勤人員 甚至將問題犬隻裝設的矫正器拆除 讓特定遊蕩犬追咬人車的狀況 難以根除 才會報警以正視聽 縣府統計近年七成追車咬人犬隻 都是由主人或是有人餵養 當地警方數據也顯示民眾行車時 動物竄出傷亡 高達九成是遊蕩犬群聚追車 家屬所認為 愛心餵養犬隻沒有錯 也因尊重執勤同仁 不宜謾罵或出現言辭恐嚇 確定危害人安全的流浪犬貓 在進行移除 那另外一方面 餵養流浪犬貓的人 也要有自愛 有公德心 把環境清理乾淨 民間團體則建議執法單位 落實精準捕捉 避免讓愛心人士誤認為 要將遊蕩犬群屬帶走 民眾餵食時也建議 以往人車較少的地區 減少人跟動物的衝突 謝謝王耀廷 陳顯坤嘉義 高雄報導 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那今天受到大陸冷氣團帶來 比較乾冷的空氣影響 各地大多是行道多雲的天氣 那東半部地區雨量上 雖然稍微多一點 不過降雨是相當的零星 那明天的話 還是持續受到大陸冷氣團 帶來比較偏乾冷的空氣 所以明天各地 還是以行道多雲的天氣為主 同樣是在花冬 會有一點點零星的降雨 那至於溫度方面的話 除了冷氣團影響之外 在明天清晨的話 還是會有比較明顯的 輻射冷卻效應 所以今晚到明天清晨 各地的天氣都還是相當的寒冷 特別是在苗栗北 還有宜蘭地區 還是有機會出現 局部10度以下的氣溫 那目前氣象署 也針對這些地區 發布了低溫特報 請注意做好保暖的工作 那至於其他地區的低溫 大概也只有12到14度左右 感受上都還是相當的 偏冷的一個狀況 那到了明天白天之後 太陽出來之後 整個溫度上會再度的回升 所以明天的話 日溫差還是會比較大一點 特別是在東南部地區 這個溫差的幅度 也會相當的大一些 那提醒大家 明天的話 還是一個行道多雲為主的天氣 在花冬還是有一點點零星的雨 那明天各地 早晚都還是相當的寒冷 那東南部的日溫差 會比較大一點 另外的話 明天再彰化到臺南 沿海空旺地區 橫村半島 還有蘭嶼 澎湖 會有比較強的陣風 在上述地區活動 請多加留意 以上資料 是由中央氣象署提供 氣象署今天發布 低溫特報 乾冷天氣 將持續到週六清晨 受到冷氣團的影響 加上輻射冷卻效應 今晚到明天清晨 苗栗以北 宜蘭局部 將出現十度以下的低溫 週六白天起冷氣團減弱 下週一另一波東北季風增強 陰風面降雨機率增加 而下週末可能有第二波冷氣團南下 強度還有待觀察 接下來就提供您各地的溫度資料 北部地區最低溫十二度 最高溫二十度 中部地區最低溫十度 最高溫二十三度 南部地區最低溫十四度 最高溫二十四度 東部地區十一到二十一度 外島十二到二十度 再關心明天的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普通 竹苗良好 中部原價南高平 都是普通等級 地藍花東兩號 馬祖金門澎湖 都是普通等級 以上是星期的光示環境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身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